大家好 西洋氏它是可以作为盆栽也可以作为地栽的 那么我们想要盆栽的西洋氏挂果多产量高 大家平时养护一定要注意一些问题 首先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阳光充足的地方来养护 如果阳光不充足 矿盒作用不够 那么也是会影响到它的产量的 所以说盆栽的西洋氏 我们尽可能的把它放到阳光照射最久的地方来养护 第二个就是要适当的给它打掉分枝 还有一些老叶片 现在我这一颗西洋氏 这个高度也大概在一米左右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不断的把底下的这些分枝给它 剪掉 还有这些老叶片给它剪掉 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储存更加多的营养 如果说我们所盆栽的番茄 不受到高度的限制 我们可以给它打掉这些侧枝 留一条组织就可以了 如果说像我这一颗 受到高度的限制 那么我们也最多保留两条分枝 一条组织就完全足够 如果太多 是会影响它的产量的 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尽可能使用一些有机肥 因为只要用有机肥 长出来的番茄 它的品质才好 口感才好 所以说建议大家多用有机肥 比如说像一些发酵好的羊分 或者是像这种发酵好的芝麻饼肥 这种芝麻饼肥的话 它的肥效相对好一点 如果是使用羊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多给一点 而且像这种芝麻饼肥的话 我们一定要将它买起来 不然的话它容易翻煤 羊分的话就不担心这个问题 但是建议大家还是用这种芝麻饼肥好 因为它的肥效比较好 所以这就是盆栽适用式 跟地栽适用式的一些区别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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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